五角道下宣布一向新型空投核彈計畫 而被定名為B-61-13 新核彈的爆炸當量可達36萬噸 而比美國一九四五年 在日本廣島投下 而導致二戰結束的納媒核彈 爆炸威力增加了二十四倍 報導指出B-61系列重力炸彈 一直是美國核武的重要組成成分 而B-61-13將會是其最新的版本 最大爆炸當量達36萬噸 威力超過B-61-12型 並與現役B-61-7型核彈相同 美國一九四五年 在投的廣島的一枚原子彈 當量約1.5萬噸 而投在長期的一枚 則約2.5萬噸 新型的B-61-13 當量將比廣島原子彈大二十四倍 但不僅美國威力最強核武B-83的三分之一 後者爆炸當量達一百二十萬噸 不過若要投入製造 必須先獲得美國國會的批准與預算撥款 今年的金球獎頒獎典禮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在法國巴黎登場 去年底率領阿根廷拿下世界盃 贏得最史第三冠的球王梅西 當然也就如外界所預料的 捧起來他個人生涯第八座的金球獎 也寫下了另一項讓後人難以超越的紀錄 金球獎是法國足球雜誌舉辦的年度獎項 今年漫入第六十七屆 而今年夏天他們告別歐洲足坦 轉戰美國MLS的梅西 過去曾經期讀獲獎 是史上擁有最多座金球獎的球員 而他生涯的最大勁敵希羅 則是以五座排在史上第二位 梅西在今年八月受訪時曾經表示 金球獎是一個最美好的個人獎項之一 但是他向來更重視團隊榮譽 在卡達世界杯之後 我已經沒有太在意那個獎項了 現在我正在享受我的時刻 不再考慮金球獎 如果他來了那很好 如果沒有我也對自己達成的目標感到滿意 梅西以36歲又128天的年齡 成為了第二年長的金球獎得主 僅次於首屆的金球獎得主 馬修斯的42歲 而他也將第八座的金球獎 獻給已故的阿根廷傳奇馬拉杜娜 馬拉杜娜 好 今天轉換交給來來看到 在意大利發生的一起寵物離奇墜落的意外 因為一名懷有兩個月生育28歲的孕婦 他在雷特的噴泉附近逛街的時候 沒想到下一秒一隻蘿威娜犬就從三樓墜落 哇 羅威娜犬很大隻欸 對 他就當場被砸中啊 那他砸中因為很大隻嘛 對 他就緊急被送醫 那還好腹中的胎兒已經保住了 但是這隻狗狗呢 後來就是在那裡掙扎不久就死亡了 那警方調查之後發現主人家裡其實還有養一隻貓咪 也有可能狗狗是在跟貓咪玩耍的時候 不小心掉下來了 對 從陽臺掉落了 但是如果真的是因為這樣子的話 這名女主人也有可能會面臨 就是過失致死重傷的指控 是 不過幸好這個婦人的腹中的嬰兒是 有安全的保住了 然後主人也算是沒有事情 沒有 就是婦人也算是沒有事情了 對 接下來轉換焦點我們來看到的是 知名網紅蓮千亦引爆了直播主之亂 而衍生出雜電街頭開箱等周分 而是後備判刑青年定業 而他也在八月的時候來入肩服刑了 不過蓮千亦在直播上開賣的賓士行李箱 也被質疑是假貨 但高雄地檢署整結之後 確認行李箱是假貨 而且依違反商標法將蓮千亦起訴 警方在蓮千亦落網後 從他的倉庫中查獲疑似仿冒品的賓士行李箱 當場查扣並帶回調查釐清 蓮千亦則大動作開直播維護商譽 強調自己是代銷商並非製造商 也不是進口商 還表示整個亞洲不是只有台灣總代理 在賣賓士的東西 更嗆說假一倍假一倍來賠一萬 但是檢方根據德國賓士原廠鑑定報告 認定蓮千亦在直播販售的行李箱 以侵害賓士的商標權 徵結後依違反商標法 起訴蓮千亦和網信貿易商 問問看大家 你開車在國道的時候 有遇過什麼樣的掉落物 讓你是覺得非常的可怕的呢 有網友在爆料公社上面 就PO出了一段影片說 他開車開到一半 結果這個地方是台灣的國道3號 他開在國道3號上的時候 居然掉出來一把斧頭啊 所以他真的是超傻眼 當場閃避不截 他的車體受損了 那國道警察的地方大隊是說 其實這個事件是發生在10月15號下午 但是警方沒有接獲報案 不過他們將會主動的追查 這個違規的行為 除了會被開罰之外 要提醒大家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這個舉動還會涉嫌公共危險罪嫌 所以警察呢 也提醒大家 各位用路人要特別小心 斧頭從前方飛過來 車頭直接被劈出長長一條吧 恐怖的事件發生在國道3號 有網友在爆料公社 PO出一段影片 畫面中一部車輛行駛在國道上 沒想到一把斧頭居然飛過來 導致車體受損 該名網友表示 被斧頭劈到的車 他6月才簽 剛買4個月 車主PO文也抱怨 如果找不到掉斧頭的人 要跟誰追究責任 國道警察第八大隊則指出 該案發生在10月15日下午 警方未接獲報案 將主動追查 違規行為除了會被開罰之外 並涉嫌公共危險罪嫌 請用路人小心 接著要帶大家來看到另外一則新聞 在台南市有一名理性的女消防員 她被指控說她有火警的時候 她這個消防員居然不是去救火 而是躲起來 還說自己怕火 也因為她這個行為 後來這個消防局局長李明峰 就把她從這個救護大隊 調到了消防局的秘書室 沒有想到這名理性女消防員 居然就提告了台南市政府跟消防局 就指控說因為調職啊 導致她沒有辦法領這個危險職務加急啊 而且她每天要提早出門嘛 要開車單程42公里上下班 還要求呢 她要有精神輔慰基因 還有加班費跟午餐費等等 一共呢申請國賠求償146萬元 那台南地方法院呢 現在這個就結果出爐了 他們就說這個理性女消防員 你被調到秘書室任職啊 是由局長李明封鎖核定的 所以呢你應該要向消防局提告 而不是向台南市政府嘛 另外關於你這個調職 到底有沒有違法呢 你應該要另循這個行政救濟 而不是來向這邊申訴請求賠償 因此呢法院是判決這個理性的 女消防員是敗訴的 不過這名消防員現在也已經上訴了 所以呢如果之後二審還有結果的話 我們也會再跟大家說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對高雄英明黃昏市場賣生魚片的烤魚攤位 顧客消費了兩百元拿五百元鈔票讓店家來找 老闆娘找了三百元 顧客卻說是當初是給了一千元 應該要找七百元才對啊 到底誰搞錯了呢 老闆當場調閱監視器來比對 確認女顧客確實是拿了五百元沒錯啊 女顧客才願意離開 不過店家為了證明清白 而耗了一小時沒做生意 為了自保事後也到警局來備案 那天大概是那個婦人來這裡買兩百塊鮭魚 然後買完兩百塊鮭魚之後 他從皮包裡面掏出一張鈔票 我們先不論說他是不是五百或一千 掏出一張鈔票 然後給我太太 然後我太太收了之後 放到錢額裡面 我太太看到的是五百塊 然後我太太馬上就找他三百 那小姐收到三百塊的時候 馬上當下就說 欸我不是給你一千塊嗎 那當然這就變羅生門了嘛 我就馬上掉監視錄影器 然後我跟她講說 欸沒關係小姐不好意思 這有時候有可能是我們家的小姐 可能看錯了或是怎樣 我們掉監視器 然後我也同時去確認我們的收銀盒裡面 放置一千的位置跟五百的位置 確實只有五百增加了 那一千沒有增加 那可是影片的流程看起來 就是沒有這件事情 那這個小姐還是不死心 據以利爭說她拿的是一千塊 那我就當下我就跟她講說 如果你覺得有爭議 我們可說公平 你可以報警 沒問題 我也支持報警 基於我保護我太太的理由 跟我自己不想要把事情複雜化 所以我們就去備案 這種事情真的是讓我們 讓我們做生意屢見不鞜